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有关饱和曲线的部分 那饱和曲线的话 在右手边说把右手边的图把给放大 那基本上在讲大气的部分 应该一开始都会去看到这张图 来横走的话是温度 所以越右手边的温度越高 那种走的话 这里没有给这里种走的话 通常表示的是水气 那有可能表示水气的含量 那如果水气的含量就是呢 到底每立方公尺多少公克的水气量 那有可能呢 他用的是水气造就的气压值 所以呢水气压百帕HPA 那因为本身图没有给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个 所以呢这两个都有可能了 一个是单位体积的水气量的多管 看多少公克 另外一个就是水气压 那在这里的话呢 有一条黑色的线条 这条黑色的线条就刚才题目里面的标题 饱和曲线 意思在饱和曲线上呢 都是达到了饱和 所谓饱和指的是能够容纳的水气量的最高值了 能够容纳的水气量的最高值了 那么呢他怎么了呢 来原本的底图标了假跟乙 我们要看这两点 譬如说这个点叫做乙这个点叫做甲 甲对应起来差不多25度 乙对应起来应该是这里 好15度左右 所以呢如果我们先对于饱和这件事 日勤呢来看的话叫做 甲跟乙做比较 甲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甲的温度是大于乙的 那应该有发现呢 温度越高 他要达饱和 因为甲的速度 温度越高要达饱和对应过来 差不多32个 我把它当做百帕好了 32个百帕 而已的话呢 要达到饱和对应过来的话呢 差不多是17个百帕 意思如同我刚刚所说的温度越高 能够达到呢 这个饱和的话呢 所需要的水气量就越多 所以甲比较高温就需要到32个百帕 饱的话呢 比较低温15度左右 17个百帕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呢 你要能够会看薄曲线 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就叫做 我们要开始了解到底什么是相对湿度 因为这里有另外一个点叫做饼 那在看到底饼要怎么计算之前呢 这里的第二件事情 相对湿度你要知道了 所以呢 相对湿度这里我画了一个东西 不我写了一个玩意 来叫做同温项 我们两个东西的笔值 一个东西叫做实际的水气量 一个呢 就饱和曲线上饱和的水气量的多管 那当然刚才有说 他可能是水气量 也有可能是水气压 所以这里呢 两个单位我写给你 意思相对湿度的话呢 记得缩写RH 饱和的水气量 跟实际的水气量两个相处的百分比 所以呢 第一个格子才会写实际跟饱和的部分 所以这里呢 问了甲点乙点 那甲点跟乙点怎么呢 刚刚讲了 他们在饱和曲线上 而且他们的温度不一样 那不管怎么样 等于甲跟乙的分子分母都一样 所以甲乙当然是百分之百 所以现在实际要算的是谁呢 要算的是饼 所以我要来看饼了 来饼的话呢 我把它给拉过来 所以记得如果你忘记呢 到底呢 是谁出一谁 记得相对湿度最大就百分之百而已 最大就百分之百 所以呢 一定呢 分母怎么了 分母比较大 分子比较小 那分母比较大的话 你应该可以想象的是呢 在固定温度 就像这里甲跟饼 他们呢 叫做25度左右 固定温度能够容纳最大值 就是这个饱和曲线上的甲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呢 大的一定是饱和曲线上咯 而我的饼怎么了 来 饱和32 而实际现在要求的饼是多少 17 饼17 所以32除以17 所以呢 才会呈现了 大概百分之 53左右的相对湿度 所以这里呢 最主要呢 要提醒你的是呢 到底什么叫饱和曲线 你要了解 然后呢 要能够看到饱和曲线上的任何一个点 相对湿度都是百分之百 另外呢 就是要回去算了 那个相对湿度了 此外还有一个东西也常问叫做 露点温度 虽然这边没有 所以呢 我们再来继续看露点温度这件事情 露点温度记得降温打饱和的温度 所以呢 我就 这个饼 饼没有打饱和 它降温要往左手边降温 记得露点温度讲的是降温这件事情哦 就好像呢清晨或者晚上的时候温度比较低 就会有露水 那是因为呢温度变低了 所以那个水气呢 它就达到了饱和 所以呢 所谓露点降温打饱和的温度 所以饼降温往左边来哦 降温哦 你不是往右边哦 往左 所以饼点的露点温度几度呢 对应过来在该位置 对应的温度看起来差不多15度 所以呢 饼点的露点温度呢就叫15度 你要有感觉哦 那大概这个样子 我们先到这里了 所以我按暂停